Hey guys, Game Boss here 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怎样复制PS2 FMCV的启动记忆卡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跟我一块去看看吧 那我们要准备的工具呢,有这四样 这个呢,是一个制作好的一个FMCV的启动记忆卡 这个呢,是一个全新的一个PS2的普通的一个记忆卡 这个呢,是一个U盘,和一套PS2七万型的机器一台 那我们把U盘插到电脑上 然后在网上下载这个FMCV1.93的这个启动程序 这个下载地址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的链接 大家可以下载,下载好之后 然后把它直接解压到你的这个U盘里面 好,解压完成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U盘里面这个启动程序 下载好的启动程序已经放到了我们这个U盘里面 好,接下来我们拔下U盘 把U盘插到我们的PS2上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新的记忆卡 新的这个普通的记忆卡拆开 安装到你的这个PS2的这个机器上 看好,它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记忆卡 然后把它安到这个第二个卡槽 好了,然后我们开机 然后我们选择Lunchshelf文件管理器选项 选择第一个Fair Browser 然后我们选择Mass Mass就是我们刚才准备的那个U盘 我们打开 里面就已经装好了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启动程序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绿颜色的这个启动文件 就进入安装程序了 我们选择第二个 安装到所有机器上 All Console 由于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记忆卡 是插在第二个卡槽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第二个卡槽 好,确定 然后我们选yes 我们稍等片刻吧 好了,已经安装完成 然后我们点OK 然后我们点退出 好,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安装成功 我们进到这个记忆卡图标 好,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个安装程序那个启动卡 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了,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FMCV的程序 说明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给你的启动卡复制启动程序 就是我们依然进入launcher 选项 我们选第一个 这个MC0就是我们的这个卡槽1 这个MC1就是我们的卡槽2 MC0卡槽1安装着我们的这个原始的这个启动卡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原始启动卡里面的一个启动程序 复制到这个卡槽2 也就是我们这个普通记忆卡里面 我们打开我们打开MC0 然后我们选择boot 我们选择这两个启动文件 选择HDL和OPL 然后按R1键出现选项 然后我们选Coppy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到我们其中普通的这个记忆卡里面 我们依然把它复制到boot文件夹里 选择粘贴 好 复制完成了 好 复制完成了 这个启动记忆卡就已经复制成功了一半了 那我们先关机 然后我们把这个已经做好的这个启动记忆卡 我们先放到卡槽1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yes 我们做到了 能进入到这个出现这个logo说明有没有 我们已经成功了 它已经是一块 启动记忆卡了 那现在最后一步要做的呢 就是添加启动程序 至于怎么添加启动程序 到一些细节问题呢 我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去看我往期的视频 然后我在这里添加一下 给大家看看 再重新复习一下 选择这个选项 然后我们 这个HD Lauder 这个HD Lauder 我们不用设置 它默认是这个 默认的路径 这个还要设置一下 它默认路径是U盘的 我们要把它默认到这个 其中记忆卡里 我们把路径改一下 改为 MC0 点Boot 然后我们选HDL 点Vturn 然后我们把 第 第七个选项 设置为OPL选项 我们随便命名字 我又设置一个OPL0.9.2吧 0.9.2 我们选OK 然后路径呢 我们依然要设置到 这个启动卡里 这个路径 设置好之后 我们一定要记得保存到 我们要记得把4.5分键 保存到启动卡里 我们选OK 选好之后呢 我们点退出 好了 那这就意味着 我们已经完全复制成功了 我们已经将一块 普通的一个记忆卡 复制成了一个 PSO FMCB的启动记忆卡 这个呢 是它的原始的这个 启动卡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新复制的一个启动卡 那 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们都学会了吗 好了 那本期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那 复制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 你们一定都学会了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请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看到了后一定会一一回复的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一定要记得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并且将我的视频转发出去 分享给更多的人 好了 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See ya Bye Bye